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花花 那么上次我们开箱这个B13的猎鹰 想不到居然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因为说实话这个B13的冰人 纯粹是我一个个人的爱好 只是说没想到那么多老铁发来私信 居然是催根这个螃蟹兄弟跟这个棕熊的 那么说实话这个快递到了这个之后 我也是一直没来得及拆箱 确实是太忙了 那么不如这一次拆盒 我们就一次来拆个爽 就是螃蟹兄弟 外加这个B13黑色实验室系列 棕熊 研习了黑色实验室系列的老传统 这次棕熊的包装也分为了两层 而这款棕熊也是系列以来体型最壮配件最多的一款 健康的小麦色皮肤和米金玄石同款发型 配合龙王邪魅一笑 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再来吃口螃蟹 兄弟系列一直是两盒包装盒 能凑齐一副完整的插画 不过插画的内容一笑比较劣奇 也算是老传统了 因为是一对角色 所以配件会简化不少 那我们还是先来细看这次Black Library的棕熊 熟悉B13的玩家 应该大多数都是就着设定来把玩的 而这次代号棕熊的帅小伙名为亚德里恩 是一名军警部镇压暴乱小组的成员 随后加入德军陆军部队 因为身材比较强壮魁梧 后背选入燃进重装压制作战组 为什么这么壮实的角色 长着个帅小伙的脸呢 不应该是气突苏的画风吗 通体军绿色的外甲 给着一种莫名的武力值 身着抗轻中型武装火力的高强度装甲 在不影响活动范围的基础上 给予身体最大的保护 装甲的搭载方式就是将前甲挂在双肩 背部的装甲则是由磁铁进行吸附 胸部装甲部分装载了小型发射榴弹 就很有中炮手高达的感觉 不过我这个胸甲有点松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有双入三入的大佬可以告知一下了 腹部有三个可以打开的口袋 可以换上高爆榴弹配件 肩甲由皮筋固定 手臂平台受到身上装甲的影响 幅度是比较有限的 当然整个主体因为服装的缘故 各处关节都会有所限制 脚踝没有可动关节 所以战施估计就是他最终的命运了 只是作为系列配件之罪 依然没能附属个支架 属实难受 配件方面 这次宗雄的主武器为榴弹发射器 弹夹是可以转动的 不过要是能给榴弹做出分进来的话就更爽了 副武器则是一把左轮手枪配合战术盾牌使用 除了一套可穿戴的外甲之外 还搭载了三个裙甲 通过磁铁吸附就可以安装了 正面裙甲上的褶皱纹里也是可以看到处理过的细节 说到细节 不拆开脸看看B13就不能叫猎奇了 伴随着医学生狂喜的皮下组织 衣服之下传统的骨骼内脏也有所延续 这次产品里附属的另外一个头雕 就是这个可以搭载防暴头盔的骷髅造型头雕了 特别是玩过死亡割险之后 有这个感觉了是吧 说起来这次产品还多附属了一件橘绿色的外套 这个款式说实话还是很有想法找个同款来穿一穿的 有点类似冲锋衣的感觉 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不过既然是棕熊的动物头是一定不能少的 而这次棕熊的头也是可以拆掉面部 看到内部的骨骼结构 通过磁铁进行吸附 也算是将这个核心玩法做了进一步延伸 上次泡了猎鹰的头骨 这次熊的仪式头骨就算了 有点舍不得搞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熊的表情给了俩 除了刚才那个之外 这个就是一个怒吼脸了 看上去奶熊奶熊的 还挺可爱 最后就是和猎鹰相同的隐藏配件包了 结构设计依旧延续了猎鹰的解剖半身像 当然数量依旧十分稀少 只有188件 看过我B13猎鹰的朋友们 对这款配件包应该不会陌生了 此点吸附解剖像之后 主要就是以展示陈列为主了 那么各位朋友 有没有喜欢上这头熊呢 接着呢 我们来到北海盗螃蟹兄弟这边 虽然设定上的是灾难特别救援组 但能两个看上去不像猴鹰呢 果然两兄弟 一个前身是海盗 一个是罪犯 身穿连体工装服 手持工具钳和镰刀 那就是他们的标配了 总之特别救援队这个设定 给人一种此定无垠的感觉 当然这款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呢 还是这个螃蟹头的刻画了 就是这个颜色的螃蟹 应该是已经熟透了吧 话说这个冬天呢 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和宗雄相比呢 螃蟹兄弟就主打轻盈的肃体 手部和大腿 即使穿上衣服的情况下 也有很大的活动范围啊 手肘和膝盖呢 都是双段关节增加了可动性 以及脚部的球形关节啊 让他们摆个pose啥的都比较轻松 懂鞋的朋友呢 估计对他们这双鞋并不会陌生啊 应该也是来源于Y3系列 这个时候呢 就体现出大鞋底的好处了 反正站着是挺稳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手持武器呢 剩下的配件呢 就是这个骷髅面罩了 通过橡皮筋固定在脸上即可 但是要说配件呢 这次最大的亮点 就是这个名为 螃蟹少女罐头的配件包了 异形化的人体造型呢 浸泡在罐头之中 透明树脂模拟出的液体啊 非常真实 你至于第一次看到关头的时候 真的就以为泡在水里面了 也是经过我仔细的观察之后呢 发现它该有的细节 也都做出来了 最后呢 就是这款螃蟹兄弟的售价了 那双刃套装预定价呢 是2598 不过这款的现货架 貌似和预定价差不太多 也算是相对友好的一款了 如果说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呢 还没有入坑B13的话呢 不妨看看我们频道之前制作的相关节目啊 看看合不合自己的胃口 毕竟呢 这个产品讲究这个潮玩属性嘛 还是非常讲究各话入各眼的 哎 说到最近呢 我又入了一个新坑啊 那就是Bicycle单车牌系列啊 相信喜欢收藏纸牌的玩家呢 对于这个牌子并不会陌生 Bicycle这次将视角移向了宇宙 名为关心者系列 也秉持了Bicycle一贯的百变风格 这是一个关于宇宙天文现象的主题扑克啊 除开之前的黑洞以及太阳黑子呢 这次追加的这两款呢 就是星云以及星月 看着骚气的包装礼盒 说实话还是头一次感受啊 四副扑克用内置了磁铁的亚克力盒装表起来 实在是太有意识感了 空气压纹技术 是每一张牌形成顺滑空气层质感 所以说丝滑的手感呢 也是Bicycle提供给花钱爱好者的必备基础 啊什么你说用这个来打扑克 不会真的有人用Bicycle当扑克来打吧 但用它来斗地主 那实在是太反尔赛了 那么关心者系列单车牌 已经上线Bicycle天猫旗舰店 近期还有游会活动啊 严控的小伙伴们不要错过了 一起成为卡牌大师吧 我是不是还没说这个棕熊的售价 作为体型最大配件最多的一款 这次本体预定价呢是3498 那配件包呢是888 都定的话一套下来是4386 再加上实际发售的数量比较少 所以说现货价格呢 基本上都是神仙表演了 这里我还是惯了想问一下 就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 更希望是哪一种动物 做到这个B13的黑色实验室系列里面来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OK 那么这期的拆盒就到这里 最后喜欢节目的话呢 也别忘记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花花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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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craft